我和同事的灵异经历 那一天是星期天的晚上 我们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在一起海河湖看 聊着聊着 就扯到了鬼怪灵异之类的 我相信这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的 站在科学的立场来看 人体不过是由24种不同的化学元素组成的 细胞老化死亡 自然生命结束 可有时候身边发生的一些匪夷所思的古怪问题 就连科学也无法探究 我在几年前就亲身经历了一场终身难忘的恐惧 那是我刚步入社会不久 跟小舅在酒店做厨师 店也不大 十几张桌子 五个雅间 除了一间做更衣室 其他的都正常运行 那是个夏天 像往常一样 中午啊 忙完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店里的人走得走 懒得出去的就直接拉几张桌子 一并就睡了 平时我是不睡的 但那天热得过头了 就走向雅间 打算的进去睡上一会儿 谁知道呢 连开三间 里面都有人 都是女服务员 那时候呢 跟女孩说个话都脸红 更别说说别的了 心里祈祷着呀 下一间可别还有人了 开门一煞呢 这一股阴凉的寒气 头皮就发麻了 好凉快呀 而且还没有人 高兴之余呢 很快并了四张凳子 往上面一躺 闭上眼睛 打算好好休息休息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现在响起来 都后背冰凉的恐怖发生了 我清楚地记着 闭眼还不到十秒钟 忽然呢 一股极强的压力 就压在我身上了 大脑一瞬间变得无比的清醒 想挣扎起来 却发现了连睁眼都难 又迷了 这种感觉相信很多人都有 传说的鬼压床 按老人的说法呢 叫迷住了 也就是体质火性不足 导致呢 不干净的东西沾了身了 小时候呢也有过 当时吓得不行 外婆就在我枕头下面呢 压了一把剪刀 说能辟邪 别说呀 在家还真的就从此 没有过这种事了 对于这个呢 我很有经验的 慢慢地蜷缩手指 一点一点地伸胳膊 终于胳膊能动了 我也顺势坐了起来 晃了晃脑袋 吸了一口气 又转头打算躺下 因为我知道 迷过一次 第二次呢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我脑袋还没碰到凳子 轰的一下 我又被压下去了 我当时就惊恐极了 我从来没有如此 也没有听说过 谁经历过 人在非常清醒的时候 竟能再次被鬼压窗 当我再次挣脱以后 后背冷汗呢 都打湿了衣裳了 这房间肯定有问题 不是死过人 就是下面有分了 这当时呢 胆子也大 明明知道 有心出去 可又舍不得这阴凉 站起来走了几分钟 又把洞子弄得 哗啦乱响 想借此呢 吓唬吓唬不干净的东西 接着呢 又转身躺下 当再次刚刚闭上眼睛 用毛骨悚然的费力 挣脱以后 头也不回地 跑出雅间了 五点上班的时候呢 还心有余计 看到刷碗的阿姨来了 阿姨呢 是本地人 就住在后面的小区 于是呢 我跑过去问 咱们这个殿下面 以前是不是有坟呢 阿姨说呢 是啊 这个地方呢 以前是个乱坟岗 埋的人 还有百十号吧 说完发现 他们呢 一个个安静地瞪着眼 我就问道 你们相信 世上有鬼吗 场面呢 顿时就热闹起来了 有人说呀 有人说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老姚更是拍着桌子吆喝 男鬼拉出去看门 女鬼呀 做老婆 而平时 叽叽喳喳 好热闹的雨停 这个时候啊 却干净地说了句 令人吃惊的话 我相信 并且 我见过 雨停的老家呢 在四川 她小时候 父亲为了挣钱 把她送到奶奶家养 她是奶奶带大的 爷爷也不是亲的 所以啊 对她和奶奶并不好 在她十一岁的时候 奶奶病了 瘫痪 全身只有右手 几根手指可以移动 十何拉撒 都要人照顾 人呢 也变得非常的迷糊 有时候看到雨停 很怪异地问 你是谁呀 我是婷婷 啊 婷婷 是谁呀 婷婷是您孙女 哦 我孙女 是谁呀 就这样呢 在雨停的惶恐中 爷爷伺候奶奶 一个月后 实在是无法忍受 就打电话 给奶奶的几个儿子 奶奶有四个儿子 雨停的爸爸呢 排行老三 爷爷对他们四个 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妈快不行了 赶紧回来吧 除了雨停的父母 闻讯赶回来 其他的呀 都借口忙 没有时间 说到这里呢 雨停显得伤感无奈 人为了钱 真的连骨肉血情 都不顾了 父母回来 雨停很开心 奶奶呢 也非常的开心 又哭又笑 说这是她儿子 这一刻呀 奶奶好像不迷糊了 而就在父母回来的 第三天下午 雨停放学回家的时候 看到自家门口 有几只猫在徘徊 蹬进了院子 一股浓重 说不出的古怪味道 呛得她难受 只见奶奶坐在轮椅上 眼睛直愣愣地 看着门口 右手手指 掐来掐去 雨停就好奇地问 奶奶 你在干什么呀 这个时候呢 雨停顿了一下 环视着我们说道 你们猜 我奶奶说的什么 我们摇头不知 但谁都看得出来 她眼睛里的恐惧 奶奶呢 思想地说道 我在算日子呢 快了 快了 听一个活人呢 算自己什么时候死 让谁遇到啊 谁敢说不怕呀 最让雨停害怕的是 五天后 奶奶真的去了 每天都会吵闹的奶奶 那天呢 出气地平静 只是静静地 看着门外的路 像是在思考 究竟从哪儿走 那天呢 门外的猫出气得多 密密麻麻 各种颜色 到处都是 奶奶的尸体 停放了整八天 等所有儿子回来 才正式下葬 四川的习俗呢 是要剪下 每个孙儿的一个衣角 让侍者握在手里 祈求平安 奶奶的手呢 紧握着 怎么也掰不开 后来雨停大伯说 妈 你松下手 把这拿着 要保护 挺挺他们 平平安安的 说也奇怪 奶奶的手呢 慢慢地就松开了 在场的人都吓得不行 塞到奶奶手里的时候 她的手呢 慢慢地又握紧了 奶奶下葬的时候 家里所有人呢 都哭得是悲痛欲绝 雨停的眼睛已经肿了 看着奶奶 孤零零的坟头 她知道 奶奶永远没了 雨停讲的时候 恐怖成分并不多 却让我联想到至亲至亲 能拥有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珍惜 别将来后悔时 只能堵悟私情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看看外面的月色 仔细想想 我也好几年 没见到我外婆了 也许也该回去看看了 坐在我腿上的人 三年前的一天下午 我忽然接到同学阿莱的电话 阿莱说 他已经来到我所在的城市 刚下火车 让我去接他 阿莱呢 是我的大学同学 那时候 我们好得穿一条裤子 生活费放在一起花 从来不分彼此 毕业后 听说他去南方发展了 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 火车站在小城三十公里外的一个镇上 我感到是发现阿莱正在街上溜达 一晃多年不见 阿莱呢 还是老样子 除了身材微微有些发福外 看不出岁月的风霜 我雷了他一拳 算作见面礼 说道 这么多年不见 想不到你还这么年轻啊 阿莱一个猎切说道 你小子 怎么见面就打我 是不是不想见我 说完的 呵呵一笑 也雷了我一拳 回到城里呢 天已经黑了 我们在小区旁边的一家饭馆坐下 边吃边聊 阿莱的感情之路非常不顺 大学的时候呢 喜欢的一个女生 后来投入到美国留学生的怀抱 这件事情对阿莱打击很大 曾经一度消沉 毕业后 获予父母的压力 找了个身边的女孩结婚 因为双方没有感情基础 不久便离婚了 阿莱告诉我 他现在的生意呢 很稳定 虽然赚不到大钱 但足够花了 一年有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外面旅游 名山大川都游遍了 心胸开阔了许多 过往的种种纠半 签半的 早已经释怀了 我呢 也为阿莱的达官 而感到高兴 吃完饭 我打算去宾馆开一间房 阿莱阻止了我 说呀 住家里就行 我们还可以多唠唠 何必花那冤枉钱呢 我们家呢 有三间卧室 老婆 儿子 已经在大卧室睡下了 我就把阿莱 安排在小卧室 为了不惊扰老婆 我自己呢 悄悄睡在了书房里的 一张单人床上 我有夜里上厕所的习惯 但那天半夜醒来 隐隐感觉 周围好像有些异样 我家卧室和书房都临街 因此呢 即使后半夜 也能听见街上 车来车往的声音 但那晚 充斥耳膜的 除了安静 还是安静 我睁开眼睛 木然地发现 阿莱正盘坐在 我的小床上 闭着双眼 默不作声 就像 就像是寺院里的和尚 坐禅似的 我吃了一惊 阿莱昨晚明明 睡在小卧室里 怎么半夜跑到这里 打坐了 我小声说道 阿莱 你怎么不睡觉 坐着干嘛呀 阿莱呢 仍旧是一动不动的 好像根本没有听到 我说话似的 我坐起来 拍拍她的肩膀 阿莱呢 还是没有反应 像老僧注定一般 这时我才注意到 因为床小 阿莱其实呢 就坐在我的腿上 奇怪的是呢 我却一点都感觉不到重量 我突然的感觉害怕起来 身上的冷汗刷的一下就下来了 头皮发紧 觉得这个阿莱 十分的诡异 房间里也是出奇的镜 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 神秘的氛围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跳 知道自己此刻 最应该做的是赶紧开灯 当我的右手触摸到开关 拧亮床头灯的刹那 只见盘坐在那里的阿莱 像一股清烟似的 消失了 书房里除了我 再没有任何人了 房间的门关得紧紧的 此刻 窗外的街上的车声 清晰地传了过来 我轻轻地披一下床 弯下腰 往床底下看看 除了昨晚的鞋子 没有任何东西 别说人了 我想起上学的时候 老师教导的话 这世上呢 本没有鬼的 所谓看见鬼 其实啊 是自己的幻觉 但刚才千真万确 是我的真实经历 绝不是幻觉 所能解释得通的 我踏着拖鞋 轻轻地推开 小卧室的门 发现阿莱正在熟睡 发出轻微的憨声 又来到大卧室 老婆儿子呢 也睡得正香的 我轻轻将儿子 裸露在外面的一只胳膊 放进被子里 又替他一好被子 才轻轻带上门 回到了书房里 但是呢 再也没办法睡觉了 刚才奇幻的一幕 不时在眼前出现 第二天早上醒来呢 阿莱已经起床了 我原本呢 想把昨天晚上的事情 告诉他 但想了想 还是没有说 因为说了 他也不会相信的 还会笑话我 吃把午饭 阿莱就离开了 让我有空去南方 找他玩 但因为俗世缠身 一直没有机会 再跟阿莱相聚 闲暇的时候呢 想起那晚的经历 仍觉得如梦如幻 好像冥冥中注定 在阿莱身上 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似的 但只是有这种感觉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说不上来 两个月前的一天清晨 小城刚飘过第一场雪 整个世界都沉浸在静谧中 我呢 还躺在床上睡懒觉 手机忽然响了 是一个大学同学打来的 他在电话里急促地说道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阿莱出家了 就在九花山庙高寺 昨天呢 到九花山游览 在庙高寺看到一个和尚 跟他一模一样 一打听 果真是他 我还跟他聊了好一会儿呢 他也是刚刚出家 说城市啊 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佛云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难道阿莱的坎坷经历 使他仓悟透了玄机吗 就这么年轻 皈依佛门 此刻 三年前的奇特经历 再次浮现于我的眼前 那晚 是我提前见到三年后的事情 还是阿莱的法身 早已皈依了佛门 真是说不清楚 倒不明白呀 许愿 有人问 灵异事件 究竟容易发生在什么样人的身上 我想 除了天赋异禀 身体虚弱 还有一类人 最容易找鬼 那就是 心中有鬼的人 心中有鬼 草木结冰 远比真的撞鬼更可怕 所以 如果你做了亏心事 看下面的故事 站稳了 我又记得 那是一个异常诡异的夜晚 不到八点 天已经黑了 我走到楼下时 家里的窗户 没有一点光亮 平常这个时候 小丽应该已经做好晚饭等我了 我摸进屋子 打了几下灯 都没有打着 停电了吗 可是邻居的灯 分明是亮着的 我继续往屋里走着 一张女人的脸 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居然是小丽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裙 手里捧着生日蛋糕 今天是你生日 我问小丽 小丽称怪的白了我一眼 说道 傻样 你自己生日 你都不记得了 原来 今天竟然是我的生日 小丽呢 是看到我的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 特地偷偷为我准备的 她说呀 她想年年都陪我过生日 年年都给我这样一个惊喜 小丽快乐地活着 这样温馨的场景 来得有些突然 生日逐的烛光 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看着小丽穿梭的身影 刹那间 我有些感动 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过生日了 没有人会记得我的生日 包括我自己 许个宴吧 小傻瓜 小丽甜美的声音 惊醒了恍惚中的我 我呢 喝干了杯中的红酒 小丽 陪我一起许个愿好吗 我们一起 小丽笑了 开心又满足 据说呀 生日的愿望 不能轻易地说出来 但愿我的愿望 并不奢侈 睁开眼 我准备努力地 去将生日蜡烛吹灭 我觉得这样 愿望就会实现了 可是 就在我睁开眼的刹那 我分明看见 烛光已经灭了 我可以肯定 不是我吹的 因为我还没有用力 而此时的小丽 正双手合十 紧闭着双眼 在默默地许愿 嘴角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在黑暗中 我突然感到了一阵心境 是谁 是谁吹灭了我的生日蜡烛 是谁想要打破我许下的愿望 毫不知情的小丽 以为我已经吹灭了蜡烛 雀跃起来 我起身 深深地抱住了她 对她说 小丽 我爱你 我向上天保证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真心的 也是用心的 小丽 不知道我的身份证是假的 有些事呢 我不能告诉小丽 我不能告诉她 我是个交通肇事的逃犯 游荡到这个城市的 如果真实的身份暴露 我和小丽的爱情 也会因为一副手铐而终结的 其实呢 我的愿望只是 告别那场车祸 从此和小丽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那场车祸 确实很血腥 而且我是酒后驾驶 在车祸发生之后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我逃跑了 而从此 我再也无法踏上归途 直到有一天 我遇上了小丽 我爱上这个女孩 我才想起要安定下来 我的愿望 能得到满足吗 在我生日那天 小丽曾说 只要你虔诚地将愿望 在心里默念三遍 你的愿望绝对可以实现的 小丽的口气很纯真 也很肯定 而今天 真的是我的生日 却无人知晓 为了心中的愿望 我决定一个人偷偷地许愿 但愿上天能饶恕我曾经犯下的罪 不要让我失去脚力 一个人的生日烛光有些孤独 但我知道我必须让这个愿望实现 面对着静静燃烧的蜡烛 我闭上眼 深深地呼吸 我把心中的愿望默念了三遍 告别车祸和小丽平静的生活 然后 我去吹蜡烛 屋子里没有一丝风 烛光灭了 不是我吹的 再次点亮蜡烛 我已经能感到自己的手在不停地颤抖着 我再点 许愿 默念三遍 烛光又灭了 仍然不是我吹的 有冷汗从我的额头蹭蹭而下 我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有些神经质 但我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离开小丽 我甚至不敢去和小丽告别 因为我知道 我的愿望 再也无法实现了 我注定了逃亡和漂泊 因为我有罪 我一个人带着绝望和伤心上路 是走不远的 终有一天 我累了 我自首了 交通肇事逃逸 加上酒后驾驶 我被判了五年 我不知道五年后会变成什么样 我只是知道 从此我可能不在噩梦中醒来了 只是偶尔我会想起 曾经有一个女孩叫小丽 一想起小丽 我的胸口就会疼痛 半年后 小丽依靠着晚报上的一则消息 辗转找到了我 此时我身陷淋雨 小丽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 心疼地看着我说 今天真的是你的生日 我给你带来了生日蛋糕 还是让我陪你许愿 好吗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我拼命地咬着唇 狠狠地点头 那天 我把愿望 在心里默念了三遍 闭上眼睛 深呼吸 然后吹灭了蜡烛 这一次 真的是我吹灭的 我许下的愿望 我不说 因为说出来 就不领了 睡觉时 请勿双脚对着门 那是零四年的 二月十五日 看起来极其平凡的一天 而我 却差点在这一天 一脚不醒 平凡的我呢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 而这一天 依旧在公司 重复着昨天的事情 中午过了十二点 口袋里就传来 叮叮叮的手机铃声 看来 老婆又在家里 煮好了饭菜 等我回家 中午吃饭了 整理好手上的作业单 像往常一样 踩着我那辆 复古的单车 回到我那 只有二十平米的 小单间里 房子是租来的 家里很窄 放眼望去 就只有一张大床了 和一张朝着门口 残疚的沙发 唉 这日子呀 混得可真不咋地 口里默默念叨着 午饭过后 肚子撑得像土豪一样 有霸气 老婆呢 也去上班了 一个人无聊之余 就坐在沙发上 玩玩手机 节节闷了 这不知道过了许久 眼睛稍微有了一丝困意 本想上床睡的 但这二月天呢 依旧冷得慌 连爬起来的 懒劲都没有 无奈之余 就搞了个 中枪的姿势 倒在沙发上喊道 亲 来个自然醒啊 我睡觉呢 很有规矩 喜欢躺得直直的 而这时我却忘了 我的脚 是对着门口的 而在我们老家的习俗呢 也只有死去的人 才这样躺着的 也不知道是累的原因 还是吃多了撑的原因 几分钟之后 我就进入梦境了 有人说呀 大多数人做梦 都是凌乱的 有时候 有记住几个画面 而我这次 却记得很清晰 一一的都记了下来 起初我就梦到 在老同学家里叙旧 说着说着呢 他爸妈回来了 还带了很多动物 但这些动物呢 都很奇怪 一只狗 却是牛的面貌 一只猫 却是马的面貌 我当时就惊呆了 你压的牛头马面 怎么会是这种装扮呢 等我缓过神来 撒腿就跑回了家 回到家时呢 已经是办完了 家里老爸依旧悠闲地 摸着他那个小马哥一样的胡子 等我回来 饭桌上香喷喷的饭菜 也准备好了 正准备动筷子 这才发现呢 少了一个人 老妈去哪了 我随口就问了一句 这时呢 旁边在座的妹妹 回应了我 妈妈急急忙忙的 跑奶奶家去了 这下早了 准是又要出什么事了 我三步并坐一步走 飞快地来到奶奶家 想探个究竟 刚到奶奶的四合院 就看到指前乱飞 烧香升起的烟雾弥漫 耳边传来乒乒乓乓的锣鼓声 好像是一场古老的祭祀仪式 伴随着一声哭喊声 我找到了我的母亲 她慈祥的脸庞上 露出了些许苍白 我凑上去 拉住她的手 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母亲呢 则费力地抬头说 这里有人过世了 按照这里的习俗 要举行祭头仪式 你看 她说着呢 慢慢举向那个人 指前呢 那人的头 像是被刀切成两半 满脸鲜血 但又不会致死 很像某种降头 我被眼前的血腥的画面 吓得三魂七魄 都丢了 她缓缓气力 很哀怨地说了一句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而你也跑不了 尾音一落 我才反应过来 我这是心跳的厉害 但我感觉到 这是现实中的心跳 我想逃出这个梦境 眼睛怎么用力也睁不开 我潜意识地知道 这是梦 努力两次想挣脱出来 但都被梦境给拉了回去 这时我一边跑 牙齿呢 好像在一颗一颗地脱落 不知道跑了多久 我有点意识到啊 我可能醒不来了 惊慌之余 我浮现了很多的佛像 就在前面不远 有一道金光闪烁着 是一面镜子 我蹲下来 看了看佛祖的坐像 而里面发出的金光 刺伤了我的眼睛 我仰起头 终于从梦境中醒了过来 终于回到现实了 但醒来我奇怪地发现 这时我的头 也是同样的姿势仰着的 此刻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以前呢 就听见说有人睡着 睡着就醒不过来了 看来啊 这事也不假 最后呢 我还是在网上查了这个仪式 上面写着这种仪式叫 记头 吓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 最后我想提醒各位 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脚 对着门 那可能是一扇 地狱之门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 睡觉时 醒悟双脚 对着门 父亲口述的 真实亲身经历 我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初二开始迷恋 灵异事件和经历 可以说呀 是为之疯狂 我有去了解过许多道书和法器 也去采访过很多拥有亲身经历的人们 他们大多数啊 是我的亲人 朋友 同学 这种好奇心 持续了很久很久 直到我爸爸发现 并开始警告我 一直到他在我初三时 与我这次交谈 让我对灵异的东西 只能停止 却不敢像当初一样 去切身地了解 挖掘了 初三某天晚上 我还记得是星期六 那天呢 只有我和我爸在家 我从房间里出来 喝了口水 便转身想回房间里 我爸呢 当时叫了我一声 问我在房间里 关着灯干嘛呢 我说看鬼片 他没有接话 而是示意我坐到沙发上 有话要跟我说 小虎 这些东西 还是别搞了啊 有句话叫做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应该听过吧 我呢 没有回答 他接着说 如果你真的很好奇 我就说说 我的这次经历 以后啊 你也死心 好好学习 因为这脏的东西啊 我一直都不想 让你接触 他也不是你这个 岁出孩子 能了解的 我的心里呢 满是不满和不屑 那时候 真的是年轻气盛 我不说话 让他接着说下去 老爸呢 排行老三 有两个哥哥 和一个妹妹 那时候呢 二伯和我爸爸 还没有结婚 跟着爷爷奶奶住 二伯睡在客房 老爸在柴房 那年的某一天 新婚的小姑 带着姑父 回娘家探亲 因为爷爷呢 是搞路桥建设的 恰好 姑父会开挖掘机 就带着姑父 去工地上看看 打算呢 让姑父帮忙 把没有完成的 小活给完成了 小姑不放心 便跟着爷爷去了 工地最偏远的一角呢 有一小块 还没有开挖的死人坟 姑父当时呢 二话没说 就上机器操作了 可能也是想 让爷爷看看 女婿呢 还是蛮能干的 毕竟是新婚 小姑不放心 就一直守在机器附近守着 快到饭点了 小姑想着呀 喊着爷儿俩 赶紧回家吃饭吧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切的起因发生了 挖掘机带上来的土里 有几个破损的骨灰潭 因为当时呢 那附近都属于 偏远农村的 根本不存在 什么骨灰盒之类的 都是火化之后 农民买个新坛子装上 埋在这挑好的坟地里 就完事了 更何况 是那种杂草丛生 很多年没人烧纸烧香 甚至呢 没有墓碑的荒分了 这骨灰潭 是姑父娃婆的 风一吹 不知道为什么 就洒到了小姑的身上了 可能爷爷是男人 这阳气重 而小姑呢 是女人 又可能恰好身体虚什么的 反正啊 就莫名其妙地 就洒到身上了 回去几天之后呢 小姑开始发生惊人的变化 她不吃饭 不睡觉 甚至呢 半夜用眼睛 瞪着窗户外 然后用力地砸门 用指甲挠门 发了疯似的要出去 嘴里啊 就是一句话 让我出去 这些呢 都是我爸亲眼所见的 爷爷没有办法 晚上就把他锁在房间里 白天放出来 但是呢 不让他出家门 那时候家里呢 每天每时每刻 都充满了诡异的气氛 不知道怎么了 也是束手无策 奶奶呢 是个朴实的农村妇女 我爸告诉我 那时候 整个家都快要疯了 奶奶整天处于崩溃的状态 每天就是以泪洗面 后来小姑的情况 有所改观 是因为开始吃饭了 家里每人送饭给他 他都不肯吃 但是唯独二伯 二伯呢 是个残疾人 因为小时候没文化 看病的时候呢 乱打青梅素 所以啊 只有几岁的小孩之力 但是呢 也只有他能让小姑吃饭 直到有一天半夜 可能是三四点钟 我爸半梦半醒中 就听见呢 有人打开了防盗门的锁 他以为呢 是贼 就起来查看 谁知道啊 是小姑 他像梦游一样 也可以准确地说呀 像一只被附身的女鬼一样 弄开了锁 悄悄地跑了出去 我爸给我说 也不知道这个鬼 是怎么让他偷到 我爷爷附身带的钥匙的 这我爸披上衣服 也跟了出去 凌晨三四点 大街上没有一个人 我爸只敢跟着 却不敢叫他 他说呀 怕这一叫 惊着了鬼 把小姑带走了 就这么跟着 知道快天亮了 之后我爸听见鸡叫 就大喊了一声 小红 你干什么去 小姑啊 就倒在街上了 之后就抱回了家 请了我大伯的老丈人 他呢 是一个懂道书的老公公 才得以解决的 让他喝的浮水 用柳条抽 才渐渐好转 后来呢 就将就着找先生 给我二伯算了一命 先生说 如果没有二伯 用他的身体来承受这些 现在正在经历的苦难 小姑我爸呀 就不会有幸福的家庭 有子有后 也就是二伯 用他的一生为代价 牺牲自己 换取弟弟妹妹的幸福 先生说 至于为什么 只有他送饭 小姑才吃 可能是因为 再厉害的鬼 也不愿意 像这样一个 有大牺牲的人发怒吧 之后呢 小姑就再没有 出现过问题了 恢复之后 问他情况 他只是说 有个女鬼 一直叫他出去 他控制不了自己 至于二伯 终生未娶 无儿无女 到现在呢 还是我心里 最尊敬的人 也是因为这样 小时候 一旦跟二伯发脾气 无论如何 都是我的错 我爸都要打我一顿 故事到这里 就结束了 也希望呢 能与你们分享 都是父亲的真实经历 绝无虚假二字 从未看到脸的梦 先基本说说我个人吧 我是阴年阴月 阴日阴时出生的 纯阴男 小时候五岁之前 我是非常不好养活的 基本上啊 一个星期 有四五天都要去医院的 打针打的 自己对一般的发烧感冒的药 都起了抗性了 甚至 有一次医院都不收我了 叫母亲带我回家 大家都知道啊 在九十年代 医院都不收了 代表着什么 后来母亲没有放弃我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找到当地一个很有名的推拿师傅 把我给救了回来 后来我的身体呢 还是一直很差 直到五岁那年 在家附近玩 我的爷爷是监狱的干部 而我家就住在监狱的附近 有一次爷爷带几个犯人出来 有一个犯人看到我 后来给我妈妈说了一些我的事情 据母亲所讲 犯人说的和我的情况 惊人的相似 犯人说 要是我想健健康康的 就必须给我祭拜一个干爹 然后呢 就说了一下我干爹的具体条件 具体条件我记不清了 是我母亲给我说的 我只记得其中两条 这个人呢 八字一定要硬 然后呢 杀气要重 这后来家里人呢 在离我外婆的村庄 没多远的一个村子里 找到一个符合各种条件的人 是混社会的 家里呢 家徒四壁 有一个儿子和我同岁 后来 我就祭拜他成为我的干爹了 我记得呀 我很高兴 从农村回来 还拿着干爹给我的碗 看到爷爷的时候 边跑 边笑着说道 爷爷爷爷 你看 这是干爹给我的 可这话一说碗 碗就掉地上 碎了 从那以后 很神奇的 我的身体变得非常好 爬山跑步 打架摔跤 基本上在同龄人里边 就没有输过了 力气大的掰手腕 可以同时和两个人掰 一只手一个 迅速从一个病秧子 变成了当地的孩子王 日子呢 一直很平静地过着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 老家传来消息说 我干爹家 和我那个同岁的干哥哥的腿 无缘无故地断了 那个时候呢 年纪小不懂 只知道 那个犯人说 我拜了干爹以后 永远不能再和干爹见面了 现在想想 是不是我的体质 和干哥兑换了呢 长大以后 我开始发觉 我和一般的人 似乎有点不一样 就比如说 有危险发生之前 我体内会很不安 本能地做一些 或者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小的动作 让我避开危险 或者说是某些方面的 学习能力惊人 就像本身就会一样 例如 从小我就爱这个 看玄学的书籍 说来也奇怪 那些毁涩难懂的词语 似乎我天生就能看得懂一般 我呢 也没有专门去学的 可后来我发现 我竟无缘无故地 就会看向测天气 而且这准确率 非常的高 现在朋友们呢 都叫我 板仙儿 有个什么事情 都叫我给他看看 至于测天气 我只能告诉你 我女朋友第二天穿衣服 穿薄穿厚 都问我 完全不看手机的 天气预报的 从小到大 我也看到过一两次 所谓的好兄弟 就是 我的干哥哥 最近的一次 离我只有不到半米 哎 好了 撤远了啊 来说说我那两个 奇怪的梦 我已经记不得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经常会梦到 两个很奇怪的梦 梦里的一个女人 我从来看不到 她的脸 可是昨晚 我看到她的脸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今天会把这个 给讲出来的原因 先来说说两个梦吧 这梦的开头 是两个威严的老者对话 一个身披银甲的年轻人 在旁边跪着 那个身穿黄袍的老头 叹息道 哎 想不到 我大罗王朝 只是替人掌管了江山几十年 罢了 罢了 欠她的 始终要还她 身边的白衣老头呢 说道 无需悲观 只要公主能到邻国 求得邻国皇室的帮助 此关可过 这当时梦里的感觉很奇怪 我听得懂他们说什么 可是他们说的呀 却不是汉语 而是一种 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一种语言 然后画面急转 那个身披银甲的青年 是大罗王朝最年轻的一位偏将 在国家遭遇强敌 全国军事都在奋勇抗敌的时候 他收到皇帝的调离职守的特殊任务 此时的任务 是带领三千甲氏 护送国王唯一的女儿 去邻国找他的表哥 寻求帮助 这一路上是艰难重重 三千甲氏只剩下百十来人 而一路的冲杀与守护 也渐渐的拉进两个年轻男女的心了 在一个山洞内 将军与公主发生了关系 接着画面急转 当一行人来到王朝的一个边陲小城的时候 公主说呀 其实此次不是去求援的 而是去和婚的 这将军天后痛不欲生 也就在这个时候 追兵杀到了 一行人急忙进城 可此时这座残城已经被包围了 将军协助守城将领作战 公主在不远处观战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片刻后 城门被攻下 公主被捉 将军被多人围攻 突然一只利剑飞来 射中将军的心脏 将军从城头上摔下来 摔下来时呢 看了公主最后一眼 每次做梦呢 到这里我都会醒过来 奇怪的是 这梦中每个人的脸 我都看得到 唯独公主的脸呢 是一片模糊 因为经常做这个梦 我感到很好奇 没事的时候呢 就喜欢查资料 神奇的是 在古朝鲜 真的有一个小国 国号罗 只存在了四十几年 而且呢 他的江山是皇帝的主人 打下来的 后来被皇帝 用卑鄙的手段给抢了 再后来 国家被主人的子孙 给灭掉了 这第二个梦呢 梦里的场景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看建筑什么的 感觉像七八十年代 像香港 一个碌碌无为的年轻人 却有着一个温柔 体贴的女朋友 这女人对男朋友 是无为不至 白衣白顺的 可是这年轻人 似乎对这女的很冷淡 好像那个女人欠她的一样 这个女孩呢 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而妈妈又经常不回家 她会认识这个男人 也是因为有一次 她被地痞流氓调戏 是这个看着冷冷的男人 救了她 从此她就默默地 跟着这个男人照顾她 而男孩呢 也渐渐承认了女孩 是她的女朋友 有一次 这男孩很任性 想要买一样东西 可是呢 没有钱 就一直发脾气 这女孩看了就心里难受 于是啊 女孩偷偷做了一些事情 具体是什么 不知道 每次梦里都没有显示的 借着画面急转 女孩躺在男孩怀里 手里呢 拿着一叠钱 此时这女孩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男孩抱着她痛哭 女孩呢 只是安慰她 叫她不要难过 男孩说 要送女孩回家 女孩却说 那个家没人 从未给过我温暖 这个世界上 唯一关怀过我的 只有你 我希望呢 最后死的时候 是在你的怀里的 你帮我出去走走好吗 这男孩没有说话 他此刻觉得呀 心好痛 原来他是这么喜欢 这个女人 他舍不得 他抱着她 走到一座 很古老的石桥下室 女孩说 我想写一些东西 你抱我到石墩那儿 女孩在石墩下 捡了一块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也可能是碳 就开始 在这个满是字的石墩上写道 他是个外冷内热的人 表面上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 可是我知道他一直是爱我的 如果来时我们还在一起 我不要像现在这样 我对你的好 你要还我 你欠我的钱 你也要还我 落款 他女朋友的前世 这男孩看着桥墩上写的歪歪扭扭的字 很丑 但是呢 却大哭了起来 而此时这女孩却虚弱的说道 如果你来时找得到我 记得带她过来看看这些字 说完以后 这女孩就永远的睡过去了 这个梦呢 每次到这里 我也会突然惊醒 而且呢 是流着泪的 这两个梦都很奇怪 我从小就开始做这两个梦 没有规律 没有顺序 但是呢 每隔段时间 都会再做一次 而且这梦里所有的人呢 都能看得清楚 唯独那个女人的脸 一直看不到 直到昨天晚上 2016年3月10号 我看清那个女人的脸了 让我震惊的是 她就是我此时的女朋友 此刻 我仿佛抓住了一些东西 可是呢 我无法解释什么 不过 我好像明白一些事情 为什么我从小对玄学就很有天分 为什么从小一听 关于前世今生的歌 都会莫名其妙的流出眼泪来 白衣人影 不知道是1999年 还是2000年 不过呢 我更倾向是2000年那个初冬的季节 大约是11月下旬 跟12月上旬之间 吃过晚饭 我呢 去不远的一个朋友家里玩 他家的妈妈打麻将 他们家里的麻将呢 每天白天中午一场 晚上一场 我呢 主要是看他们打麻将的 因为他们打的麻将 跟别人打的不一样 叫做 长圈麻将 看看也觉得呀 这种麻将打的有意思 有难度 很公平 有技术含量 看了一会儿麻将 我肚子痛了 我知道 老毛病犯了 我胆结时发现已经有几年了 因为听说手术要把胆囊摘除 所以有点舍不得 胆囊是好的 就是里面呢 有结石而已 本来每年也就发作几次 发作起来呢 腹部胀 好像腹部里面有骨气 然后呢 腰一圈像断了一样 再就是啊 呕吐了 直到吐到最后没有呕吐物 吐出来的全是酸水 不是很痛 就是胀的难受 坐着也难受 睡也难受 站着也难受 只能身体运动减轻一点难受 于是呢 我马上就回家了 到家里呢 就蹦蹦跳跳的 但是啊 这家里的空间小 我突然就想到 合不到小学的操场跑道上去跑呢 这样跑起来呀 肯定还要减轻 难受很多 这个时候呢 大概是七点到八点之间 家里到小学的直线距离 大约是一百米左右 这个小学呢 是老小学 我也是在这里上的小学 不过现在的教室 都是三层的楼房了 我那时候还是平房 到2005年搬到新学校 举办了百年校庆的一个庆典 当我一路小跑进小学大门的时候 两扇大铁门是完全敞开的 我知道 应该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看门 只是我瞥了一眼 没看到人 我从大门跑进操场 是在操场的南侧 直跑到中间的位置 我立刻呀 往右转弯的方向跑去 这个方向呢 我是面对着东面的 我看到月亮很大 很圆 很近 很亮 但是呢 不清晰 就是俗话说的 毛月亮 然后呢 我就跑入弯道 再跑到北面的直跑道 我面对着西面 当我跑完一圈半呢 就是跑到北面的直跑道的中间位置的时候 我面对着西面 我看到西南角的地方 就是在南直跑道的西面 跟弯道连接处的地方 有两棵大树 树呢 很高很大 我读书的时候 这两棵树已经很大了 这大树下面 有一块石头 以前呢 都叫做严结石 大家可能去过江南古镇玩过 我们这个镇呢 以前也是这样的 只是呢 七八年建设 全部拆除了 这个石头啊 是可以坐两个人那么长的 两边用砖头雷起来 然后石头放上去 可以当板凳座 石头凳子的位置在大树边上 离跑道的外圈呢 大概四米左右 这个时候呢 我跑到北面的直跑道中间的位置 就是刚刚进来跑道时 开始跑步计算这个位置 我已经跑了一圈半了 我面对西面 我就看到 我左前方四十五度的地方 就是整个操场的西南角的石凳上 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呢 穿着一身白色衣服和裤子 看起来 这衣裤的料子 像是衬衣一样的担保 很显眼 姿势呢 像解放军做的那样比直 看起来 格子有点高 大约呢 在一米八以上 我心里想 这个时候是谁呀 因为这个小学 晚上一般是没人进来的 我边跑边想 要么呢 是外地打工的人员 晚上我们镇呢 没有什么好玩的 看见我进来跑步 他也进来坐在这儿 看我跑步吗 突然呢 我脑子里有个念头 觉得不对 因为现在是初冬季节 白天呢 太阳出来都要穿外套的 晚上还要再加一件毛衣 不怕冷的青年人 如果不穿毛衣的话 外套是必须穿的吧 不可能有人还穿着衣 谁呀 谁呀 还是没有答应 我就奇怪了 怎么不答应呢 我继续走过去 走到他身前跑道的外颜边上 距离大概四米左右 我仔细看 怎么这个人看不清呢 他还是老样子 一动不动的 鼻挺鼻挺地坐在那里 我再叫了一声 谁呀 还是不答应 我就更加奇怪了 这又看不清脸 我就跨上两步 好像啊 有种本能的防备一样 不再往前走了 这心里呢 倒是没有害怕之类的 更没有想到是鬼 就是跨出了跑道 还看不清脸 只是这整张脸都是黑的 比周围黑的环境呢 还要更黑一点 整个脸像黑洞一样 怎么一回事啊 这叫上去一声不答应 而且还是一动不动的 分不出手臂 腿 脚 就好像啊 这一个人穿了一身 很长的 从头顶到脚的 白的颜色 连带着帽子的羽衣一样 我心里想呢 再走近一点 看看清楚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我的耳朵里 传来几个声音 是什么声音呢 就像是老鼠叫的声音 声音呢 叫得很快很急 而且呢 好像很害怕一样 我的目光呢 一下子落在这个白衣人的边上了 因为这个石头凳子 可以坐两个人 这个白衣人呢 坐在西面一半 在他的东面一半 我看见了一个黑影子 跟这个白衣人的脸的黑一样的 比周围的环境呢 还要黑一点的黑 这叫声 正是从这个黑影子发出来的 这黑影子 是跟一个两三岁小孩一样大 通体全部是黑的 正坐在白衣人的边上 身体呢 拼命地扭曲着 就像小孩不听话 坐在那里发脾气 大闹一样 这大人怎么哄呢 都没用 就是一样地扭动身体 这个时候啊 我的身体 从两个脚底 一股气流流过腿 身体一直冲到头顶 就感觉头皮要分离了 往上冲出了几公分高 身体无意识地 不受控制地 往左转身体 往外面跑去 一口气呢 跑到大门外 不远处 有个不是很亮的路灯 到这个地方 我才停了下来 感觉刚才从里面 跑到门外的 一百米左右的距离 好像啊 跑了两三步就出来了 知道现在已经安全了 我呢 也就没有回头 往身后看 这个时候 心里才知道 刚才是看见鬼了 心里呢 不觉得害怕 想回家 虽然呢 我是第一次碰到鬼 没有经验 也不懂这方面的知识 但心里好像知道 现在不能直接回家 有可能 那东西会跟着我 那我呢 就往真的闹市区走去 店里面走走进街 然后才回家的 不跟家里人 和任何人说 半个多月之后 这一天是礼拜天 中午 我还是到打麻将 这家人去玩 他们呢 都在打麻将 我朋友的爸爸 不打麻将 是一个七十多岁 左右的老人 人呢 很睿智 沉稳 话很少 很值得信任 我跟他们 没事就聊天 这我突然有种 想问问他的冲动 主要是想知道啊 看见的到底是不是鬼 但又怕传出去 很多人都知道 权衡再三 决定 还是跟他说吧 我就把这个经过 跟上面说的一样 没有一点虚的 原原本本的 跟他说了 这个老人 现在还健在 一直很瘦 身体还是跟 以前的老样子一样 没有明显的变老 走路什么的呀 跟以前一模一样 现在估计都快九十岁了吧 他一听我说 就十分肯定的说 是的 你看见的是鬼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看见这东西 会不会给我带来不好 或者某些方面的不好 他说没有事的 不要害怕 也不用担心 他说他中年的时候呢 也看见过一次 他原原本本 跟我说了起来 这里呢 我就不说他看见的事情了 因为呢 又要说很多 并且是他人的经历 我听了之后 乖乖 竟然比我看见的 还要可怕 因为 他看见了脸的模样 那个脸 像麻袋一样 这后来呢 到了2007年 一天有人来玩 他说呢 他要说一个新闻给我听 他说 我们镇呢 是不是有一个姓B的人 他们夫妻俩呢 每天走路锻炼身体 已经十几年了 我说知道啊 他们我也认识的 后来慢慢的呀 跟他们锻炼的人 也就多了 发展到十几个 都是年龄50岁以上 60岁以上的人 他说呢 他们这些人呢 后来倒着走锻炼路 倒走 不能在马路上 和街道上走 然后他们这些人呢 就吃过饭以后 到小学的这个操场上去练 你知道 他们看见什么了 他问 我说 不知道啊 我脑子里呢 根本没有去想 我以前看到的经历 因为自从我经历之后 脑子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好像啊 我立刻就忘掉这件事一样 到现在 也没有人问过我这件事 我自己除了跟那个老人 说过一次 就没有再跟任何人说过 看来啊 这老人家 真的是值得信赖的人 接着我朋友就说呀 他们在倒着走的时候 看见鬼了 哦 我这心里一惊 马上问 什么情况 他说 他们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 坐在那个石头上 我问 哪个石头啊 他就说 大树下边那石头上 在教室 跟厕所之间的空档那里 原来跟我看见的 是同一个位置 我问他们 还看见了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想知道 他们有没有看见 黑色的小孩模样的 他说呀 其他的没有了 就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 而且他们不止一次看见了 看见好多次 也不是一个人看见 他们中间有几个看见 有几个呢 没有说看见 后来就是那个姓B的 把石头凳子给掀翻了 然后他们就不到学校锻炼了 他继续说啊 就是后来他们就不到这走了 跟以前一样 顺着走 走街道 马路 十几天之后 姓B的 就被一辆摩托车给撞了 这后来呢 看病花了一万多的医药费 那个肇事者家里很穷 车子无牌无症 在姓B的被撞一个月以前呢 已经撞过其他人了 那家人呢 讨账一分钱也讨不到 这件事情一出 那些一起走路的人呢 就把他们看见白衣人的事情给说了出来了 这本来呢 他们也是要保密不说的 他继续说呀 还有人看见白衣人了 我立马就紧张问 谁看见了 不会他们是说我看见了吧 心里紧张地想着 他说 小学门的对面 不是有个小金家吗 我说 是啊 小金大约五十岁 是个精神病 但是呢 我从来没看他发过病 这个人呢 皮肤很白 没有成家 没有朋友 跟他妈妈两个人过 有个哥哥 住在镇的另外的地方 有个妹妹呢 出家在外面 不在本镇 小金看起来 像小姑娘一样腼腆 眼神呢 有种害怕的目光 不怎么说话 总是一个人 这走路呢 也是低头的样子 只是呢 我不知道 他是什么原因 成精神病的 他说呀 他们在一起 说这个事的时候 小金也在边上听着 他说这个白鱼人 他已经看见过 更多次了 老早很多年以前 就看见了 问他是怎么看见的 他说 晚上我到小学的厕所里面 上厕所 经常看到 刚好厕所呢 跟教室楼 有三四米的空档 进出厕所门的时候 能看见 大树旁的石头凳子 看见了很多次了 一个穿白衣服的人 坐在石头上 一动不动的 他们问 你看见了不怕吗 他说 有什么好怕的呀 他也从来没有说出来 跟这个有关的事情呢 全部都说完了 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 没有一件事情 是虚假的和夸张的 有什么好怕的呢 他也从来说完 是什么好怕的